好在这个今天礼拜二的早上呢 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呢 歌手Rita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倩你的自由 OK好礼拜二的早上呢 一样的是经济学人杂志的单元 照例的邀请到的是我们老朋友 也是好朋友 早安财经文化出版社的社长沈云聪 哈喽云聪早安 哈喽大家早安 好这个云聪的话呢 今天这个在家跟我们连线 不过我们一样的有这个视讯的录影 好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要聊的 这个经济学人杂志的话题 虽然这个周末看起来呢 其实国际当中最关注的新闻是呢 周末大陆的二十大呢闭幕的同时 然后的话呢一中全会登场 那等于是呢整个的领导班子完全确定 但是显然的对于这个经济学人杂志来说赶不上 但是同样的在欧陆呢 也有另外重大的信息 所以他今天呢有个我们要聊的是双封面啊 有两个封面的话呢都是还蛮值得注意的 一个呢比较跟经济有关 一个呢跟英国呢高潮迭起的呢 首相啊他们到底呢现在呢 花落谁家有关了 因为呢这个最新消息是 这个特拉斯啊这个当了45天就下台之后 那现在呢先前跟他角逐的苏纳克啊 他这个前财政部长他呃已经就是获得了联署啊 然后要来角逐呢新的保守党内的党魁 那原本呢这个前首相Johnson呢呃好像有意呢要回锅啊 但是呢现在他终于在经过两个人的呃闭啊 这个会谈磋商之后的话呢呃在礼拜一的时候 他正式宣布呢不参选啊这个呃这个保守党的党魁了 所以几乎可以确定啊42岁的苏纳克会成为呢英国的首相 好所以呢这个话题第一个我们要聊的是跟经济有关 第二个的话呢是这个我觉得 哎我觉得英国人哈 很会自己嘲笑自己 对啊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啊苏格兰的女战士是不是 还是英格兰他把特拉斯搞成这样他他自己标题叫Welcome to Britannic啊 叫做英英大利把英国跟英大利结合起来叫英大利 对对对他手上拿了那个盾牌呢是个披萨 OK好现在聊的是要聊两个欧陆的呃这个女女首相啦 一个是特拉斯下台的一个是刚刚上台的梅洛尼啊是意大利的新总理 好那我们现在先聊这个这个的话呢万圣节要到了 好所以呢对于家里有小朋友的父母亲像是沈云聪来说 这个叫替小孩子准备很多啦啊这个糖果啦还是这个很特别的装扮 好但是这边要讲的是呢房市啊这个房价house price啊 这个在这恐怖秀horror秀啊对对对 所以怎么回事这个房地产对确实现在看起来美国是喋喋不休 全世界都是吗对啊不是只有美国 所以这集封面叫房市恐怖片上映中 因为我们都看到了我们讲房价都知道过去这十九二十年来 全球的房市涨得很凶嘛所以买了房子的人等于 这个经济学员说这叫赚到easy money啊等于 当时有买现在已经都觉得哇自己幸好有买啊都赚了很多 尤其其实在美国对尤其在美国疫情期间很多房子也非常受到欢迎 为什么因为钱多嘛然后再加上疫情期间大家不能出门 很多人就开始觉得啊我好像不能关在自己原本的小房子里面 既然有天那我就想买一个有院子的 舒服一点的啊对舒服一点的 可是呢呃那是之前了现在疫情结束之后我们现在看到了通通起来了 美国升息了那跟着升息的是全球的其他重要的国家 所以经济学员这一期就引述一条叫oxford economics的这个调查公司的数据 因为呃这家公司他有追踪全球十八个主要国家 结果他发现了这十八个国家当中有九个国家现在的房价已经在下跌了 比方说像加拿大加拿大从今年二月以来 这个房价大概跌了快要一成 嗯嗯然后其他像荷兰啊美国当然都都不用讲 嗯那嗯那跌的原因我想应该原因都很清楚 当然跟升息有最直接的关系 尤其对美国来说美国大概去年的这个时候啊 那个三十年房贷的利率大概就三趴左右 嗯嗯嗯嗯这现在呢已经来到快要七趴了 哦哦OK真的还蛮高的哦 是这个这个高当然去造成很多人在买房子的时候要重新算 因为他的头期款他的自备款就会提高 那当然那他要贷款的金额也会相对比较少 嗯要负担的利息会相对的比较高嗯 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呃美国的房市已经明显的在降温 八月份最新的销售数字已经少了五分之一 嗯嗯所以你可以知道整个房市交易少五分之一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嗯加拿大今年目前为止 房市的销量也少了四成 那又更恐怖了嗯 其他像澳洲和纽西兰 其实呃买家的意愿跟买家的这个buying power啊都很明显的在降低 嗯我觉得现在的经济情势真的是瞬息万变 我都记得在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 然后呢美国的疫情双双缓和 然后哇大家突然之间呢 呃那个时候呢整个的量化宽松也还在 哇所以所有的这个呃心情啊跟整个钱 哇似乎呢这个大暴走 然后大家都哇看房子都好像房子不要钱一样啊 这个就批命买批命买 所以那一波我记得我们就聊到过这个房地产厂大涨 哦怎么样子的 哎也不过是一年呢 嗯所以谁料得到说今年的通膨这么的严峻 美国猝不及防 所以呢只好用激进升息的方式啊 这个半年多的时间就啪啪啪啪啪的往上 所以真的是去年如果说呃 去年突然间疯狂买房的人 今年真的是觉得赚到了 对其实讲到这一波的房市的涨 不只是过去这段期间啊 其实如果把时间拉的更长 你会发现第一个当然就基本上 整个低利率的环境让很多的资金 既然买别的没办法赚钱 就全部都跑去买房子了 嗯 然后再加上先前这个中美贸易大战还没爆发 中国跟西方的国家也还没有这么紧张的关系 所以你看很多的中国人就跑到加拿大啦 跑到澳洲啦 跑到纽西兰啦 跑到美国然后还不只是大城市很多乡下的城市 后来都堆满了中国 挤满了中国人很多中国人去哪里买房子 也把房子给买高了 而且不是只有英美这些 呃英语语言上比较通的国家 法国啦德国也是啊 像德国的柏林之前我们聊 德国已经是最不少房地产的国家了 柏林啊 呃这个法兰克福啊的房价也就涨得非常吓死人 嗯 所以所以其实这一波的房价的上涨 就在这一波下跌之前 对对对那一波上涨 其实是是呃我们这一代里非常非常非常少见的一个事件 嗯嗯对那所以之前就是也是涨 就是买买下手买房地产啊 这个炒得离谱 那但现在的话呢 这个升息这个利率之高 也是我们这一代啊 这段时间以来也是罕见的 所以这一波的话呢 大概就会等到 如果说了依照目前美国的升息状况来看的话呢 到明年 如果他们认为呢 明年可以透过升息的方式 把这个通膨稍微压下来之后 那换言之等于在后年 房地产很可能比较才会走进复苏 是这样子吗 其实我刚刚讲这一段是因为 经济权就是说 接下来房地产有跌多凶 要看过去它有涨多凶 所以过去涨得越凶的 越泡沫的 涨幅越大的 其实接下来受到的伤害也会更大 这样子 其实包括中国也是一样 嗯哼嗯哼 OK好 所以呢还要就等着看就是了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轩时间 就是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那经济学人杂志呢 这一次的封面 这个出现的是一个万圣节的南瓜 看到这个南瓜的眼睛 是房子的 两栋房子 对对对 但是重点是嘴巴 这嘴巴还不只是 那个一般的嘴巴像闪电 它重点是嘴巴是一个 看起来偏偏往下跌 那是线图来的 对一个曲线图往下跌 所以接下来会一直这样子吗 会一直往下吗 OK好 所以讲到的是这个房地产 跟这个房价 那我想房价去反映的 其实只是一个指标啦 我们要谈的也就是整个的 整个经济的状况嘛 好所以有多恐怖 刚才云聪还特别说 我们刚刚还没有聊到有多恐怖耶 所以已经有多恐怖 好你说 对经济学院就说 他为什么说他是 这个后果会很scary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房价房地产市场意思是 整个国家经济的重要的火车头 对对 那在美国的话 他有统计过过去出现过的 10次经济衰退 在经济衰退之前 都发生所谓的房市降温的现象 也就是说房市的降温 很可能是总体经济走向衰退 一个前兆或前期的指标 那这个如果房价继续跌的话 经济往下降 他其实对整整个 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的收入来说 当然影响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 因为房价当他走下坡的时候 其实就跟上涨一样 因为大家都会去抢高 会去追高 别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 因为当大家觉得利率负担太高 买不起 Buyin power减少 同时你手上是有房子的 因为有买房 就像当年2008那场金融风暴 当你缴不出房贷的时候 你就只好抛售 而当你要抛售的时候 价格当然又更低 所以这个股排效应又进一步的 把整个房市给拉得更低 而整个行情不好的时候 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当然也会受到影响 其实这边经济学院有引述一个英国银行 英国央行曾经做过的一个推估的模型 他说在英国房价每上涨10% 可以促进消费 大概0.5%到0.5%的消费 比如说倒过来当房价下跌的时候 整个消费也是会受到影响 而当整个房市不好 整个经济不好 整个消费不好 我们可以联想到 就是投资的意愿 投资的金额 投资的规模 也会因此而受到伤害 所以想在这种情况下 过去如果行情是很好的 大家也都不紧张 修正一下是很正常的 可是现在你看看英国是什么状况 你看看欧洲是什么状况 你看看亚洲很多的国家跟美国 整个经济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了 如果进一步再发生房市 大幅度的向下修正 其实对很多的国家经济来说 都是很大的危机 对所以这就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说房地产其实只是一个指标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所以当如果说你觉得房子 就是这个房贷利率高 另外投资要借钱融资等等 你也可以想象中 它就是成本越来越高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压抑了 整个的投资意愿的话 整个的经济状况 会不会就是变得一滩死水 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已经 越来越多的讨论 比方说甚至讲到说 不只是美国的通膨跟升息 也谈到说中国大陆 目前的话一方面是要坚持动态清零 虽然说国境开放稍微可能会松一点点 但就整个的经济的维稳来看 其实他们认为稳定会重过于发展 所以甚至我看到有些分析觉得说 中国会落入日本那段时间的 所谓的失落的十年 就是用一个非常低速的发展的状态 来往前走 然后重点放在它的整个国家的发展 或者是一个政治跟社会的稳定 所以如果这个样子的话 全球的经济坦白说 在未来一两年真的会觉得冷搜搜 没错 其实中国大陆的房市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过去 涨得非常凶的市场之一 所以接下来你可以想象 受到的冲击向下修正的幅度 可能会有多大 可能会大到难以想象的 也是说经济学院说 因为过去是20年 很多国家的经济之所以看起来 至少维持的好像还可以 虽然老百姓可能叫鼓连天 因为薪资不涨 因为重点的所得没有太高的增加 可是他如果买了房子的话 他的财富效应 他的财富上的感觉是良好的 所以幸好有房价上涨 但是接下来这段时间 经济学院就说 对很多国家政府来说 这种过去薪资停滞 但是房价上涨的时代结束了 结束了 所以你没有办法再靠房价的上涨 让老百姓觉得还稍有安慰 不至于揭竿起意 起来造反 所以相反的 你说接下来 老百姓一方面薪资没有办法提高 因为接下来我可以想象 就像蓝圈刚刚讲的 利率提高 契约投资意愿不高 投资意愿不高 你能够创造新救援机会就不高 不多 然后尤其美国现在失业率 看起来接下来会是下一个 影响到的股排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经济学院就说 总体来说 会觉得很scary的 当然就是政府了 当然就是政府 所以接下来 如果你看到政府出手 就房市啦 推出一大堆的政势 或者救市的手段 大家不用感到惊讶 真的吗 那如果真的想买房的人 应该要等一下吗 等这一波吗 因为我看到这个 在房地产的讨论当中 也很诡异 有人觉得说 所以现在的话 升起不断的升 所以就是你可能要 不要这个时候去买房 但是也有人说 你看这个现在升 还只是低点而已 会为来继续升 所以要买趁现在 所以我觉得 这个相关的一些说法 在房市上 都多得不得了 你要怎么样停看厅呢 经济学人有回答你这个问题 是吗 他说 不要想太多了 不要想太多了 为什么 因为的确有些人觉得 房价向下调整 也代表着 未来比较可以买得起 不错 根据过去的历史显示 当房价下跌之后 其实实际上的房屋 自有率是下降的 自有率 OK 就是会买房子的 用户房子的比率是下降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造成房价下跌的原因 它同样会影响到 我们的家庭所得 是没错 这个利率升起 就刚刚讲的 消费意愿降低 投资意愿降低 其实你的工作 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也因此 你的家庭所得 并不会因为房价下跌 而明显的增加 让你变成你比较有购买力 相反的 你可能会更加的资租计较 开始算说 这个房贷 不复不复带得起 未来这种行情 这种景气 我买了之后 万一贷款付不出来怎么办 所以反而更不敢出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对于一般 所以我看了这个专题的心感 感觉就是这个 我觉得我们中产阶级 真的不管房价涨也是苦 房价跌也是苦 除非口袋够深 OK我们休息回到现场 回到南轩时间 今天继续和沈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虽然云聪给了一个非常伤感的结论 因为大部分听我们节目的 我相信都是中产阶级了 不过如果说你的理财有方 口袋的话还颇深 有余裕的话 或者是另外的一种盘算了 但总而言之 要停看厅 这样这个经济的前景 确实看起来是还 这个逆风的风还蛮大的 那我们刚刚也讲到了 这个经济逆风会吹到政治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 这个手持意大利披萨 然后拿着一个卷着意大利面 的特拉斯 好所以这边讲两个国家的 这个目前的政情 英国跟意大利 好所以你经济学人杂志怎么看 其实这期经济学人的纸本杂志 并没有赶上你刚刚讲的特拉斯下台 下台也没有赶上吗 没有赶上 所以其实就像当时英女皇 他没有赶上 特拉斯突然像一个大刹车 他也没有赶上 不过因为他刚好这个礼拜的 英国版欧洲版的封面 就是谈英国的这一场政治风暴 所以他在电子版的时候 我看的电子版 他已经有加上最新的发展 OK 但是他也还是没有跟上 这个Johnson一下子又要说要选 一下子又说不选 这个疯狂的转折 对Johnson的这个事件 是我们正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前一个小时才看到的 那Johnson他当然号称 他已经获得 因为我们知道他要进第一轮的话 要有100位以上的保守党的议员的支持 他号称他已经有102位的人支持他了 但是实际上我看BBC说 目前为止公开表态支持他的只有58位 所以换言之他很可能也知道自己这一次重新想要回国来参选 这个支持他的人不多了 不会多 不会多 他就算第一轮过 接下来可能会输得很难看 所以想想可能干脆算了 这是目前为止大家的猜测之一了 不过也就是说现在看起来英国首相的呼声最高的 就是你刚刚讲的Rishi Sunak 就前任财长 他虽然在上一次输给了特拉斯 对 但是这次目前为止 至少我从赌盘来看他是最高的 目前来看确实是因为Johnson退选之后 原本说要参选那位前国防部长叫做摩丹特的 那位女性的国防部长 他的票数其实不够的 Johnson本来还有可能就是至少宣称要支持他的人 实际上让大家觉得说可能会跟苏纳克PK 但是现在他退了 然后摩丹特并没有拿到足够的门槛 所以是只剩下苏纳克了 如果只剩下苏纳克一个人参选的话 那基本上就已经笃定他就是一个英国的财政部 英国的首相了 但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说 就算经济学人杂志没有跟上后面这个转折 但是当你去分析特拉斯之所以下台的时候 或者说这跟现在苏纳克为什么会出现的局面 意思是一样的 因为其实苏纳克当初 为什么现在他的声势会看涨 是因为他基本上预言了特拉斯的下台 那当初就讲了 这个特拉斯让大家拼命支持的那个什么减税的 超级右派自由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方案 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他认为是行不通的 会在台高足 而且这个纾困错对象 这个事实上对于有钱人来说 这个其实就是受 他们是真正的得力者 但对于这个中产阶级 真的是中下阶层 完全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经济财政措施当中的好处 反而造成了在台高足等等等 那我想这个对于现在的苏纳克来说 因此保守党内就觉得说 神预言 所以接下来要带领英国走出这个层层的经济迷雾 好像苏纳克就是首选了的样子 但是有那么简单吗 当然不简单 只是英国的问题 过去大家都谈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经济学院这一期 也不再想用原来的方式在谈 而是他选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角度 他把英国拿来跟意大利相提并论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英国 意大利蛮惨的不是吗 对 他的国债实在是吓死人 你有没有搞错 我们英国是什么样的国家 我们是要把自己拿来跟美国比 我们要跟德国比 拿去跟意大利比 那为什么跟意大利比呢 这其实是有一个小典故的 因为就在差不多10年前 特拉斯跟他的财政部长 当时前任的财政 他们当时曾经跟另外几位议员 国会议员 联名写了一本书 这个书名叫解锁英国 向全球学习成长跟繁荣 当时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有提到包括台湾 香港新加坡加拿大 就是说他当时的主张是认为 开放经济是好的 自由经济是对的 所以英国应该去像 刚刚讲的这些东亚国家学习 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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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像意大利 意思就是说后来他这个政策导致的可能担心在台高足的状况就像是意大利 是没错就是造化弄了没错 那他就拿这两个国家现在的状况再相比了 比方说第一个政治动荡 两国是半斤八两 因为从2015年5月以来 英国已经经历了四人首相 对四人首相意大利也同样经历了四位总理 然后你放眼望去整个政坛 意大利的内阁部长是非常短命的 为期就是几个月几个月 英国现在看起来也是这样 然后你如果去看民调 这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对政府的失望一直在提高 对政府的信任一直在降低 再来我们都看到了 整个财政政策一团糟 被债务是玩弄的 玩弄于股掌之间 你看一旦你推出说什么要减税 银棒就中错 然后公债就被抛售 再来当然大家也最关心的就是总体的经济 因为意大利经济 我们就知道他们的整个政府的效率是很差的 政府官员的动作是慢的 所以在这种政府没效率 经济低成长 企业低生产力的状况 所以意大利经济已经停滞了快20年 英国当然没有意大利这么糟 而且这几年来其实还是以微步成长 只是这个成长的速度太不够看了 大家知道吗 从2009年到2019年 英国的生产力在G7当中是倒数第二名 倒数第一名是谁呢 就是意大利 而且英国最近很大的危机是 他的全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被印度超过 印度是当初他的殖民国 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 这个打击坦白讲还蛮深的 所以这一期经济权就用刚刚以上讲的各种的数据跟面向 让大家看看英国现在处境的艰难 你这样形容起来好悲观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那英国真的比意大利还菜 因为好歹意大利 意大利菜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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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菜超难吃的不是吗 对啊 英国也不可以说我的足足剃的好 因为意大利足足也不 就是啊 而且意大利好歹乐观 乐观浪漫 然后呢 很会过生活 那英国人这个安格鲁萨克逊人 这个身形感觉比较谨慎 这个比较冷 冷峻一点 比较冷的地方 所以不过的确啦 这个英国人跟意大利比英国还是好一些啦 你看比方说这个 当然啦 如果真的跟意大利一样真的是 对对对 不过差别是说 英国它曾经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市场 可是你看最近还经过这一连串的打击 英国股市现在在全球金融市场扮演的重要性 已经越来越低了 所以这个对英国来说 是非常非常大的警训 而且你不要忘了 金融业是它重要的经济命脉 是它的护国神山 然后整个总体的工业也是 经济学院还是点出另外一个面向两个国家 都很类似的 就是经济上的发展失衡 意大利是北方工业很强 南方很弱 那英国是倒过来 南方的伦敦很强 其他的地方很弱 所以这种经济上发展的失衡 头重脚轻的结果 其实也很不利于你推动政策上 让推出让老百姓一体适用 大家都能够满意的政策 所以你更容易不此失必 也更容易在政策上 彼此内好 彼此拉扯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相似之下的情况下 很不好的消息 最后一个就是说 现在苏纳克注定成为新一任的英国的首相 等于是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内的第六任 因为特拉斯第五任 第六任首相的话 他可以带领英国从经济的困境当中走出来吗 否则的话目前看起来的话 英国的保守党的民调制度也非常低 非常低了 在野的工党现在正在摩拳擦掌 打算说如果说接下来苏纳克干得不好的话 他们决定想办法要提前进行国会大选 再次的推翻 所以等于是就要到变天的状况 而不是保守党内不断的 佐马登似的去轮替首相而已了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继续的进行观察 休息回到现场 回到栏轩时间继续和沈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那接下来聊什么呢 聊佐克伯的元宇宙 这个话题我真的 不知道怎么聊起吗 什么叫元宇宙 对真的 正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聊起 跟我们节目里面聊过几次 就是元宇宙看来真的目前看来很虚幻就是了 包括左克伯口中的元宇宙 这个充满了商机 打造一些虚拟分身 但能够做什么 其实坦白讲他也没有提供很清楚的愿景 那就整个的生态来说的话 也没有到那么的成熟 所以所有事情都是在想象中 那当然了这个人类一梦想而伟大 所以我们大家现在都很伟大 但是那个世界到底长什么样 不知道 没错啊 其实你说他没有讲得很清楚 搞不好他觉得自己讲得很清楚 只是我们听不懂而已 我们不知道他清楚在哪里 因为最近的新闻当然就是他的元宇宙 让大家又觉得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再来当然因为就差不多去年的这个时候 还记得吗 他把Facebook改名叫Meta 其实是第一年了 那我们回顾这一年 当时他要改名的时候 Facebook的市值是一兆一千亿美金 是全球第六大企业 OK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过去这一年 股价蒸发了六成 等于说有好几千亿的市值 六成啊 六成其实非常吓人 所以然后而且再还是目前为止 因为展望明年2023年 他的获利已经再度被向下修 而且修正的幅度非常的大 所以这是为什么 其实从今年2月开始 很多投资者很多都把人也好 都慢慢在减少他在Facebook 在Meta上的持股 然后对啊 因为很多迹象都显示 看起来Facebook短期内不是很妙 之前我们已经聊过好几次 包括第一个他的用户正在流失 特别是广告商非常重视的年轻用户 现在都跑去看TikTok等等了 所以他今年第二季也出现了 史上首度的营收衰退 这是创办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在第二季严重的这个衰退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也一堆的官司 联邦交易委员会 也在针对着他英国欧盟 他先前的垄断 新闻当中的管控 仇恨言论的 对不对的争议 所以他现在某种程度叫做富被受敌 所谓的富呢 就是他其中一本 当然他原本的Facebook广告模式 我们都知道自从Apple推出新的平台政策 就不让他去追踪 这个users的阻击之后 他其实整个广告受到冲击非常大 他自己对外说 至少是100亿以上的广告收入是蒸发的 所以他势必得找到一个可以替代的新的商业广告模式 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他最需要 他里面最厉害搞广告的第一把交易叫桑伯格 走了嘛 其实就在9月底 而且走的时候 走了那一天 我还看到影片 这个桑伯格跟大家 拥抱 哭泣 舍不得离开 他跳槽啦 他跳哪里去了 我聊过啊 他说他 号称自己要去投入他的 慈善事业啦 是这样子吗 不过显然 我当时就推估两个人关系已经是搞砸的啦 所以他最后离开了那一天 主客博文有出现 没有出现 但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总之我要说的是 第一个他的富费受敌 一个来自于他Facebook本身的商业模式 现在需要很大的调整 但是他好像没有合适的人在帮他做这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重要挑战当然就是他砸大钱 一直在投入所谓元宇宙的豪赌 那这个元宇宙的豪赌 现在已经赔掉了可能好几百亿 账面我们可以看到好几百亿 可能实际上还很高也说不定 那到底会不会成功 什么时候会成功 成功之后会怎样 好问题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因为目前为止根据他的 他是真的有说的 蓝轩 只是我们当初他没说 反正也听不懂 你说他说了什么 未来的这个 因为他有卖他那个 头盔啊我知道啊 然后那个头盔目前为止 其实当然都是赔钱卖 因为他都要推广了 所以价格不能卖的更高 可是呢 目前为止他想要诉求 第一个是商业用途 第二个是才是一般的social用途 因为social用途才是真正他寄予厚望的 年轻人才会买 更多人才会买啊 可是目前为止其实反应不佳 反应不佳 他在今年二月的时候 曾经公布过 有使用他这个metaverse的 这个设备器材 大概有30万人 但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多 更糟的是 华尔街日报 透过他内部看到一个文件说 其实号称30万 过去这二月以来 人数不断的加滑 不断的在减少 甚至呢 有员工说 我们自己都不想玩耶 他说我们自己都不想玩 你怎么会期待消费者会有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一般我们来讨论的时候 是因为meta的头盔很贵 他们现在的一些窗带式的头盔 包括虚拟实践扩展器都太贵 所以他自己没有办法买得起 自己其实很难 所以如果说你要作为一个社交的用途 你自己上线去上到元宇宙 一看事故茫茫没有人 这怎么聊呢 那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其实他除非让你的同才之间 你的朋友圈之间大家都有能力买了这个头盔 然后一起上去玩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好玩了 因为你有虚拟分身 然后我们还可以选择 我们去酒吧里面 在这个虚拟元宇宙的酒吧里面 那你要开一家酒吧 你去咖啡厅 去草地上等等 所以这个部分是没办法的原因 但是你刚讲员工 我觉得很惊讶 因为员工的话一定有公司可能提供的头盔 让他可能试试看如果他不用去负担那么昂贵的头盔的价格的话 那他们自己的员工上去也觉得不好玩 那应该是里面没东西吧 是不是 这是同一件事情啊 就是社群平台这是很重要的先决条件 现在Facebook IG为什么强 是因为你的朋友都在上面 但是你今天想象一下 你上去你今天每天上去都少了几个朋友 多了几个朋友退出跑去玩别的 你觉得你画在上面的时间会增加还是减少 当然是减少的 因为你会觉得看到东西好玩的东西越来越少 你关心的人关注的事情越来越少 相反的如果这些人另外跑去另外一个X媒体 或者X平台 你可能就会多花一点时间到X平台那里去了 慢慢的 这其实就是当年的MySpace被取代 当年的AOR被取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你得要先创造人潮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以为Meta的员工都上去 所以好歹有他们自己的员工 可以开公司party或者开会 所以可能他的员工也不觉得有趣 不是太有趣的人 对所以我就是有这个疑问 不过从整个产业面来说 的确其实你刚刚讲的是重点 因为严格说不是只有储客博看好VR的未来 Apple他其实明年吧 明年上半年应该就会推出他的VR器材 Sony等等其他业者也都会有的 所以意思说如果接下来未来的设备 就像今天我们带的这个耳机一样 对没错 对更加普及之后 而且价格可接受 是我相信那根本是会来的 不过重点还是回来谈祖克博跟脸书 因为Meta他现在跟其他企业最大的不同 跟其他科技大佬大公司最大的不同是 祖克博在这家公司几乎是独揽大权 没有其他能够跟他匹配的人 可以跟他一起做决定来讨论公司的未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祖克博一个人 他怎么想他的心理状态如何 就会显得格外的重要 我想这也是未来要观察Meta这家公司的 下一步很重要的一个观察切入点 OK好 所以这个话题我觉得是还蛮重要 不管是祖克博自己本身的元宇宙 这个很具有未来性的 他有一天我觉得他可能会成型 但眼前目前看起来是真的 很难那么快的这个就可以去让他觉得说 大家就已经可以去元宇宙里面逍遥自在 仿佛一个平行世界一样 我们休息会再扩大现场 好回到来讯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来到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这一路聊下来呢 你会觉得整个的世界真的是现在 这短短的几年之内 先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后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真的很混乱 真的还蛮有一点点给他一个小悲观的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买醉吗 疫情期间其实在欧美国家 这个酒 这个酒 酒类的销售量是大增的 所以现在这个疫情解封了 但是这个经济逆风了 所以是不是有类似的状况呢 我们现在要聊啤酒 对这是很典型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题目 它同样是代表世界在改变 但是这个改变 不会让人觉得很绝望 而是充满希望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是你讲的买醉哦 不是你讲的买醉 不是吗 因为我们其实 是小确信吗 我们从酒的产业里面来看 其实过去我们都聊过 现在因为孩子越生越少 所以爸妈管的时间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照顾 所以现在年轻人不太喝酒 世界的酒的趋势是 年轻人占比越来越低 都是我们这些老人在喝 我上次有聊过这个话题 对然后酒当中呢 其实啤酒因为年轻人少了 所以是销量是下跌的 反而是年纪大的人 比较爱喝的红酒啦 葡萄酒类啦 或者是酒精类 其实在成长 威士忌啦 白兰迪都在成长 但是经济学院这一期要说的是 过去这几年 其实状况有点不一样 因为啤酒有在复兴 是哦 为什么复兴呢 主要是所谓的精致啤酒在带动的 哦 所以过去美国 精致酋长只有少数的几间 现在变成很重要的主流 已经有好几千家的 这个酒厂有在做 所谓的精量啤酒 当然精量啤酒的定义 现在还是有点含糊 总之反正就是非主流的 非大品牌的 非商业性的这些啤酒 你光这样讲 我这个周末就喝到两种 一个是朋友从小琉球带回来的 他们自己加了水果酿出来的 那些好多那种水果风味的啤酒 再一个的话 是我们这个周末 我带我妈去桃园的中珍新村 他们有一个文化园区 他们也自己 好像是跟人家合作吧 好像跟福大 我们福大的教父们 自己每次都在酿啤酒 听说卖的还不错 像这些就突然间很夯啊 因为他标榜 号称 然后就用天然原料 没有用化学 有的合成物 然后产量也通常也比较小 当然在美国他市场很大 所以基本上他的门槛是年产 600万桶以下 所以其实包括台湾 韩国 日本 我看到很多这种金量啤酒 规模都是很奈你级的 其实还是非常高的 但无论如何 这个金量啤酒带动了啤酒的销售 跟喝的这个习惯 也因此有一种新的职务 或者工作机会 也因此而诞生 什么呢 叫做啤酒师 或者更精确的叫 尽量啤酒师 尽量啤酒师 他不是只有尽量酒 而是他有点像品酒 他是集各种对酒的专家 于义生 他要懂得挑选 懂得采购 要懂得服务 所以在美国有这个所谓的啤酒师 或者啤酒大师 就有认证的 有认证啤酒师 他要经过考试的 那个考题还包括说 你要懂得怎么去保存 这个啤酒 你要懂得分辨不同的金养啤酒的风格 要懂得怎么去评估它的风味 要了解它的原料 了解它的制作过程 以及要了解它怎么样跟食物搭配等等 这个证书 据说它有分初级中级跟高级的 最初级当然叫初级认证的啤酒服务员 有点像我们的酒醋妹吗 没有叫嗜酒师 人家现在名字多好听 嗜酒师 对啊 很多这种菜一倒 比方一餐下来吃七道菜 就换七桶酒 所以有啤酒喝的肚子胀着要死 稀里哗啦的 对我觉得这是喝啤酒最大的障碍 对啊 然后重点是来了 最后他就讲到最后 这个等级最高的叫做啤酒大师 那这个大师据说就相对很难考 他一考呢要考两个整天 然后你要写考卷 要盲测这个啤酒 这么讲究 对对对 真的就很加红酒了啦 是是是 很多的Whiskey这种其实都一样 也就是说 你看一个新的产品的诞生跟普及跟受欢迎 它其实就可以带动就业 也可以带动新的工作的机会 没错这就是一个全新的我觉得很有趣的 没有趣越来越精致化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我身边也是越来越多人在自己酿啤酒 所以现在自己酿啤酒就酿啤酒 自己烘豆子的烘豆子 我觉得以后接下来要自己种稻子了 你觉得未来的世界就自己自足好了 自己养牛 现在每个国家都自己自足啊 我现在每个人对对对 我要种菜 我要决定下次要种菜养牛 有道理 养牛地方不够大 我要吃酥 我吃蔬食就好种菜 OK好 谢谢沈云聪 OK好 大家希望从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收获良多 想想看自己接下来要种什么 OK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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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